大家好,欢迎收看 Mootrofee 今天我们要介绍11月的港产片 由于接下来的内容一定会剧透 所以听这些电影后,先回来看这条片 但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以及如果想做一些实得的支持的话 可以透过成为会员和Superfans 以教训成为会员,就可以产生看部份的影片 以及享受其他会员转属的福利 好,我们正式开始 但在开始谈下个月的港产片之前 首先谈谈最新的票房成绩 截至10月15日为止 第1名独视大撞,票房大概有1亿1千万 第2名死死时44,票房大概2千3万万 第3名超神经海峡旺下,票房大概1千6万万 第4名别叫我刀神,票房大概1千2万万 第2名数逐3人在天类,票房大概1千2万万 第6名命案,票房大概1千1万万 第7名风在起时,票房大概1千万万 第8名是级19岁的我,票房大概1千万 第9名是阳云,票房大概8百80万 第10名是流水落花,票房大概660万 至于上映了4日的我的天堂城市 就只有你能戴着眼镜的340万票房 因为去年的阿玛有了第二个 康瓦票房有170万 第3日就已经有500万票房 上映11日就更加有2千万 提回我的天堂城市 直到17日也就是上映的第5日 升公布票房超过350万 这个情况绝对验证我之前所说的 MIRROR风光不载 难怪Microfield最会在11月举办4场 12怪盗电影会动体验场 目的就是为了尽快拿光MIRROR的价值 当然11月,还有其他佳作 记得大家支持 例如8日之下和年少日记 如果想随时收睇8日之下记忆评的话 可以透过成为会员 至于下年2月的赫水档期就有 《盗月者》和《发气功心仪》 但《发气功心仪》还未有太多消息 所以我们先说《盗月者》 《盗月者》由原件位执导 亦是非TV剧集归前再导演 之前卷入MV抄袭风波 电影主演为Edan和Anson Lo 这种图也会客串 但不知道最后能否发挥 1加1加1等于3的效果 《盗月者》讲述 由Edan升的马云讯 本来就是对奇标专家 所谓的对奇标 就是用低价收购典当中的手标 然后拿了当中的零件 再改装重陷转售 也就是用真正的零件 去改装食假标去牟利 但马云讯在一次的交易里 就被二手标商的龙头来保汉 由姜涂升的来叔捉到痛脚 结果在他的威胁下 马云讯就被迫潜往日本 偷授于新闻在《时间物语》里的 三只不加索明标 而同他同行的有经验丰富 由张继终升的大策 负责爆破由白子升的渠和 以及天才可所青年 由Anson Lo升的压佑 四人就此展开一场过怀鬼胎 是鸡虫虫的旅程 看完预告之后 姜涂的讲话 来叔这个角色 应该要找些年纪较大的演员去做 例如黄德斌 现在被人感觉这个反派缺化了不感 姜涂的讲话 找姜涂做这个角色 明显的电影公司在表皇上的考量 再加上这部电影 令到在农历新年 姜涂希望这部所谓的盗舍电影 比今年年初的《超神惊吓叫往下好》 自己刚提及的《十二怪盗》 自已预计会在下年第一季上映 但应该不会与二月的《导阅者》打对台 更不会在一月 与刚刚上映的《金手指》争表逢 所谓个人推测应该会在三至四月上映 只要这么早推出《活动体验场》 个人认为 比起提前宣传电影 估计《Makerfield》都是想先赚一波钱 《十二怪盗》讲述 M12是一个怪盗集团 每个人都身怀绝技 而这一次的特别任务中 他们就要盗取黑科技 阻止可能会发生的生态灾难 但在过程中 因为国人生怀戒替 还被导致行动失败 而在此时 M12总部竟然派出这个《怪盗》组织 最确都是他们 那究竟最后的《十二怪盗》 可否排除曼难 发解这场地球危机呢? 看完这个故事简戒后 实在很难对这部电影有信心 加上这部电影《12个男主角》 如何平均分配气氛 去避免粉丝之间 互相比较自己偶像出场的时间都成问题 现在只能够希望 就是拍个ViuTV节目 《YOLO的练习曲》的賀果品导演 更加安排得妥当 否则当电影上映后 导演肯定会沦为仲次之的 以上就是今期 引温月报的内容 如果想看更多这类型的影片 记得like、subscribe和share出去 还有follow我的IG 你也支持 绝对 下期就是这部影片的最大动力 这里是Muzofi 我们下次再见